早上六点多高雄男子区有一名男子 手持四把利刃突然从一间早餐店冲了出来 一度传出打算要随机砍人 警方互报赶到现场不到一分钟之内就将他制服 当下他情绪激动还不断的喃喃自语 根据了解他是一名失联移工 因为工作不顺才会带刀防身 尽管无人受伤但是无故携带刀线 警方还是将他依违反设违法移送法办 就趁现在远警看到嫌犯 在这个转角警匪就地展开追逐站 不要动 嫌犯一路拔腿狂奔一度还差点波及 前方机车吓得骑士当场大叫 小心小心小心 管不了这么多跑就对了 但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体力不支 下一秒竟然大反转嫌犯自己跌倒在地 真的我开枪哦 不要动不要动手机高 直接躺在地上放弃挣扎 不过远警还是不敢大意 因为他身上可是带有四把利刀相当危险 原来这名年约30岁的软性男子 19号上午6点多 带着两把菜刀两把水果刀 前往高雄男子一间早餐店 没多久却突然冲出门外 一度传出打算随机砍人 民众吓都吓坏了 赶紧报案处理 就是有路人来跟我们说叫我们报警 要注意提醒经过的人要注意 要亮刀子出来放在这个箱子上 警方货报道场一路追逐将近300公尺 不到一分钟时间将人压制上铐 不过当下男子情绪很激动 还喃喃自语 警方也立即带回征讯 阮性男子目前为失联移工 全案拜反所 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韩半 越南这名男子是一名越南籍失联移工 尽了解因为工作不顺才会带刀防身 只是这一带就带了四把 尽管无人因此受伤恐怖吓人行径 还是被依法整办 记得陈不淳 邓明告差不多 不淳 邓明告